平阳公主 于长安 公主戎马一生战功赫赫 雄才伟劣不让男儿 惜英年造势 父皇皆爱 朕打算以军礼厚葬公主 父皇 公主虽丰功伟继 可历朝历代 从未允许女子可按军礼下葬了 亏你还是公主的驸马 王者公主一师 举兵一应一骑 亲之金谷 有克定之训 匪长女子可匹敌 何德无鼓吹 公主 任你开历史先河 彪炳千秋 你在我心中 永远都是我最思念的那个娘子 随末 随阳帝昏庸无度 天下大乱 各势力皆干风起 以胡商和攀人一步 最为强大 随大业十三年 御边降临李渊 于山西秘密起兵 怎么 娘子 我刚接到你父亲的密信 说目前已与他驻守的禁阳境内 秘密起兵了 果真如此 打算直驱着大兴城 让我前去共住大业 父亲要大举一兵了 我 我也想助父亲共襄一举 你 你个女流之辈 在上的战场 我是女子怎么了 我乃三代将门之后 自小习武练兵 兵法韬律 无所不通 岂非一般女子 大张立功 自古都是男儿子啊 不好了 老爷夫人 举三把我打探 朝天要派人抓捕 李渊李大将军的家人了 娘子 这可如何是好 我又不能带你去打仗 留下你 也是危险的 相公 你可放心前去 我会另向他法躲藏 并图做后方安排 放心吧 我乃女子 更亦藏身行迹 娘子自重 后会有期了 三宝 我们也上路了 夫人 前面咱们的户县老家 马上就要到了 夫人 虽然你一路都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回到 这多年不归的老家 但是 我也猜到几分 夫人是想以老家 大为根据地发展势力 一来 深山秘密 又立藏身 二来 可与李大将军 行政理应外合之事 将来 前去接应 对不对 三宝 果然机密伶俐 会有几分将才呀 三宝自小跟随老爷和夫人 多有虚染嘛 平阳公主 凭借在 陆西望族的名声 散了家财 变卖产业 阵迹灾民 暗中募病 夫人 门口的赈灾粮都没了 本就是散发的粮食 怎么还会被偷呢 夫人 我已经将偷粮的贼头抓住了 您就是李氏家族的后人 李娘子吧 正是 李娘子 我们不是什么盗贼 本是各路义军被朝廷打散的残余部队 如今乱世 义军盗贼遍地皆是 鱼目混珠南边两有 你自称义军 为何坐下这偷抢够当 只战灾败行于何处 李娘子有所不知啊 我们也是从战乱各地逃亡于此 一边和朝廷对抗 一边抢夺以活命 这兵荒马乱的年月 你不抢别人 别人抢你呀 不抢 哪里生存的下 乱世当前 大家都是有苦难言 我不予计较 抢去的粮食就全部送给你们吧 谢李娘子 听说李娘子也在暗中募兵 我等兄弟几百人 原是和攀人部下 和其他大小各部一军散兵都会打仗 愿意归附李娘子 也好有个依靠 好 但跟着我有一点 服从命令 严格训练 不许抢掠 是 夫人练兵辛苦 队伍本就人员杂乱 不加紧训练 怎可预敌 夫人 我探到消息 朝廷要派大军围剿此地反贼 什么 没想到朝廷的反应如此之快 千万不能走落风声 否则军心必乱 对 看来 必得迅速收复势力强大的其他一军 扩充咱们的规模 三宝 走 我们进去商议 是 夫人 不 李将军 您请 您看 我这钢带上还真不习惯 不 应该是马大人您先请 您现在是咱们李氏大军的参谋吗 您乃是李氏大军的武将 您先请 您是文臣 我是武将 理应文臣在前 武将在后 这 夫人 得罪了 马大人 错了 司祝元山寨走这边 对 我太紧张了 莫要紧张 如今所有起义势力中 最强大的 莫数着胡商和攀人一支 号称几万人 如果收复过来 必将助咱们成大忌 所以 此去一搏 是相当值得的 必要沉稳激变 是 三宝一定把平时所有的机灵和谋猎用上 请夫人放心 在下李氏一支 拜见何总管 李氏一支 大哥 就是那李氏庄园的后人 才来此不久 都是些瞎兵蟹将 富足挂齿 贵部麾下 统领多少人马呢 这 几百人 几百兵马 如何能打仗 兵不再多 而在精 帅不再勇 而在谋 我部这几百兵马 虽然数量不多 却是训练有素 来而能战 战而能胜啊 没想到这位将军 很有见地啊 请问二位贵姓啊 这位是我不李将军 在下乃谋臣 免贵姓马 嗯 那么二位此次前来 用意是何 我李氏一支 初来乍到 势力单薄 而朝廷大军 即将压赴 就问何总管 兵多事状 特前来招募 共青天象 招募 只因你几百兵马 招募我数万精兵 哈哈哈哈 何总管 数万部下 带离精兵 恐怕还差那么一点吧 哦 此话怎讲 实不相瞒 我部下正有若干 原属贵部的残兵 我部宽恕其偷粮之师 纳于部下 何总管的兵马 多是江湖商骨盗贼和亡命之徒 不相同属 难免难也整肃 军心各异 我想这也是何总管 一直头疼的问题吧 咱本是江湖中人 豪爽粗胖 有什么说什么 实不相瞒 正如李将军所言 我军成员大多各有来历 身手不凡 可就是难于管理 不知将军有何高见啊 制定军规 令出必行 才可凝聚军心 此外 还有一点甚为重要 须师出有名 师出有名 所有不当之处 请雅含 何总管一只 势虽壮 但毕竟乃江湖草莽 而如今各方 称王称帝的 也不计其数 但多空有匹夫之勇 或匪气十足 终难得民心 只有李氏一只 训练有素 心怀百姓 凶有良谋 且主力 已在山西起兵 南下长安 势如破竹 有道是英雄 则民主而从 则定民主 方可建功立业 乃至名标轻使 好个英雄 则民主而从 李将军 豪气甘云 见地非凡 在下佩服 咱们双方联合 互补长短 共成大计 你决如何 这是联合 好 一言为定 请二位回去转告贵部总管大将军 明日我登门拜访 何总管 这位就是我不总管李娘子李大将军 从今开始 我军明令军纪 严禁抢夺百姓 否则以军法处置 上下同罪 笑话 我当是什么大人物呢 原来是个雨流 在我堂堂和氏大军里 耀武扬威 还像模像样的管起我们来了 大哥脑子也糊涂了 居然相信这个丫头 哼 我就不吃你那一套 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李将军果然金国不让须眉啊 哎呀没法活了 你还我插摊 怎么回事 给 你不讲理 你吃我插不给我插钱 还动刺掀我插摊 你还我插摊 你居然跟踪我 你还要打人 你打死我也不怕 如今这年月 皇帝 到他百姓 义军的也到他百姓 小百姓横竖都是一死 还不如我讨个公道 死了也值了 如今百姓过的都是什么日子 你可知罪 你公然藐视军纪 劫掠百姓 愧对义军称号 和昏庸皇帝 愚若百姓有什么分别 按军纪杖则二白 你 你可打我 大哥 这位大哥 您的损失 我军自会赔偿 何总管 我身为军队首脑 却疏于管教 立当犯公自成 此女胆识 我军必肃然起敬 三宝 你终于回来了 没事吧 夫人放心 我一切安好 让你打听的朝廷军队情况如何 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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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李将军一举 真令你在我军威信大增啊 何总管客气 朝廷大军很快就进军到山寨附近了 军情危急 必须集训备战 在下也听说了 将军 快请 嗯 妈 这训练军队一向都是在下的事 如今大哥让我辅助你 可是练兵如同亲临战场 可是实实在在的 绝非花唇绣腿 纸上谈兵 请李将军略斩计议 以赴中口 请将军赐教 好好 这分明是您的用 真刀真枪的战场上 情况可比靶子复杂多了 李将军不会以为我再故意为难你吧 哪里 夺虑 李将军才高八斗 不让徐梅在下佩服 不过这领兵打仗 自古就是难而逝 更何况眼下要打恶仗 要得可是远猛将 如今这年月 皇帝遭的百姓 义军的也遭的百姓 小百姓横树都是一死 还不如讨个公道 死了也值了 他是所有百姓的一个缩影 为了要让天下百姓 都不再活在家缝绝入 我一定要过来这关 二当家是在嘲笑我 无领兵能力吗 请再放把过来 无论把子如何旋转 它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重心 那就是我的突破口 好 好 李将军 李将军 好 南魏将军了 在下带二当家向您赔罪 哪里 若领兵之人武功不济 如何稳定军心 二当家这么做 自有道理 李将军不愧为将门之后 在下惭愧 从今后咱们联军是一家 齐心合力 共同制敌 好 我也派人连夜潜伏在朝廷军队打探 将军果然足智多谋 知己知彼百战不在 随军军情如何 敌军士气旺盛 远来深入 我当如何应对 我方当紧闭寨门高强深雷 多加滚木雷石长刀硬弩 日齐强功不予出战 这是为何 他大军一到 必气焰熊熊 若咱家一届怒气大掌 也立即开门迎战 胜算难料 当其久功不下 必定将士疲劳 是的 我军此时磨好刀 吃饱饭 杀开寨门 慢 咱家与此之时 安排一支精兵绕过敌阵 劫走敌军粮草 敌军必然惊慌 无意恋战 此时 我军冲杀敌阵 渴望大获全胜 好计 那么我和二当家立即带兵集训 请何总管一计统领大军迎战 我决定第一通谷 敌人来袭 我军坚守山战 第二通谷 敌军再战 我军以意代劳 抗击敌兵 二战过后 二当家率一千精兵 绕过敌阵 夺下敌兵粮草 是 本总管领五千兵马 带等敌人疲劳 大开寨门 冲杀敌阵 好 在下 作后备之军 镇守山寨 待我头皮大军 冲杀过后 前来接应 好 一言为例 冲啊 冲啊 恭迎李元帅 恭喜何总管 大获全胜 李元帅 今日 来咱们庆功宴 也是我和氏一支 正是奉您为帅的 挂帅之业 为我 挂帅 从今天开始 我部正式归附 李氏一支 以往多有得罪 请您雅含 这多日相处 了解您 胸怀天下 谋略高远 此帅非您不可 请您统领我大军 共筹壮志 多谢二位 在下 一定全力以赴 请元帅 高升帅位 自此 平阳一军 威名远多 很快发展到了七万多人 人称 娘子军 名满天下的娘子军 为李渊在关中 打下了大片地盘 公元六百一十七年 李渊主力度过黄河 平阳与兄弟李世民 及柴少军队 惠世未备 为了天下苍生 登城 苍 堂改大兴成为长安城 公主事后 追逝平阳公主 平阳公主 凭着大义和胆识 为大唐的崛起 立下了赫赫共训 至今 山西境内的娘子官 穿越历史的时空 仍为我们祝客下 这位绝代女将 大义为公的英姿 大义为公主